今天蛋壳要介绍的就是在国人眼里是顶级美食 而在外国人眼里却是噩梦一样存在的五大美食 一 鲤鱼 很多人都吃过 基本上是人人家中常吃的一道水产品 但在外国人看来 鱼肉它们并不排斥 唯一害怕的就是鲤鱼身上的刺太多 所以对它们来说这就是个噩梦 二 羊杂汤 所谓的羊杂汤就是羊的内脏煮出来的汤 对于外国人来说 动物的内脏它们是很少碰的 特别是动物的血对它们来说如同噩梦一般 三 用炉煮煮出来的内脏和动物血 更不吃羊杂汤是一个原因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是一道非常美味的食物 在外国人看来 这是高脂肪的食物 另一方面 外国人觉得猪皮是猪脚 吃起来就是脚的味道 五 咸鸭蛋 所谓咸鸭蛋是用新鲜的鸭蛋 经过盐水浸泡之后的食物 外国人觉得这样吃是很不健康的 再加上咸鸭蛋的味道也不是他们喜欢的 不知道这五大食物你为爱不爱吃呢 手 알려上咸鸭蛋 你五管它才会那么很想